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痛风性关联的发病因素 主要是说尿酸膏 尿酸炎成疾 就会导致痛风性关联 我们知道痛风病的话 第一次发作痛风病 主要是大目角指头 但是说随着痛风的加重 所有的关节都会出现侵犯 有些人到着痛风中后期 手指关节 肘关节 肩关节 包括脊柱关节 都会侵犯导致痛风性关联 那么解决痛风疼痛的最有效的办法 过去传统的治疗就是臭尸酸炎 当然我们知道臭尸酸炎的话 它副作用腔的耐 吃了掉头发 吃了拉肚子 而且它对肝肾的损害非常大 那我们科目前主张痛风的话 快速指痛就是直接针对痛风局部的尿酸炎的清理 通过一个小分子的关节清理的话 它不单尖小块 而且副作用小 所以说一旦出现了痛风型关联 还是尽早地做一个局部的处理 这样的话对你关节的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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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